大家好我是吳仔 我是希哥 我們是K5 今天說一下希哥的偶像 他說他怎樣都可以 這位就是欣怡小姐 為什麼說他呢 嘉欣我們會看一下 Youtube近來有什麼片 丟給我們看 我看到一篇東西 聽了之後得一口笑 然後嚇一跳 就說他被大叔欺騙感情 那篇東西 其實就是在這個 我想就是大陸 說到一些東西 其實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很juicy的就說 阿斐姐過了生十幾年 上億的遺產分配驚人 又說到他老爸 鄭少秋現身惹路眾人 就說 鄭欣怡一句說話 就說出真相 究竟什麼是真相呢? 半夜流淚 就說到他們的大陸人莫名其妙 究竟他在說的是誰大叔呢? 誰大叔令他哭成這樣呢? 真的得淡笑 我們今天會用一個 非現實的演繹 大家一起當不知道 好嗎? 好 希哥你喜歡欣怡什麼呢? 我喜歡聽她唱歌 她唱歌唱得很好聽 是不錯的 挺好的 挺好的 人品都不錯 是 你看她 至少她不會像 阿花姐叫她做評判 我真的不忍心 她是善良的 就算給個位子做一個混蛋 你也不會做一個混蛋 這些人很難得 因為其實她從小到大 都是溫室下長大的小花 所以她要面對群眾的時候 她都感覺到群眾的壓力 但是我想她從小到大 都是爸爸媽媽的 尤其是媽媽的掌上明珠 一定是 但是世人好像沒有什麼善待過她 由她一開始出到 不想欺欺的時候 白雪公主 都是被人罵了 都是她的戀情和身形 嗯 對呀 但是你說 TVB真的太過善待她 被白雪公主去做 現在是玩她 TVB是很離地的 你說有沒有份害她呢 就是兩體 有幫她也有害她 各樣 那 不知不覺間 緋姐審殿下 就離開了欣怡十幾年了 欣怡現在的體重回到巔峰 這個大陸的媒體是這樣寫 看到她也是 以前 因為我記得《不打自己人》 劇集是減過一段時間的 我是真人見過瘦的欣怡 她本身的頭大 她不會看上去很瘦 就等於她那首歌 找了很多肥人拍的MV 《你瘦夠了嗎?》 《你跑步歌》 對呀 那個Beat很好 她當中裡面有一些 她找了一些所謂的肥人 娛樂圈肥人 魯芬已經不在這裡了 魯芬也有份 魯芬也是她頭大 魯芬也很肥 有一個其實一點也不是太肥 那個就是阿博 但她頭是圓形的 她不是太肥的 但她頭大 所以別人會覺得她特別肥 有些人的頭小 肥也不太肥 好像范冰冰 范冰的頭三角形 她經常拿黑衣遮著 別人說她是大肥婆 但也不會覺得她肥 所以有時候的樣子 有個肥的樣子 沒辦法 有些人是 說到 大陸媒體說她半夜哭 我哭到她流鼻涕的口水 就不知為何 就為大叔而流淚 誰是大叔呢 好笑 待會再說一說 那 是不是因為母親的傷感 令她壓力太大呢 是不是因為她病 沒有人照顧她呢 為什麼呢 這樣說 那說了 緋姐沈殿霞和鄭少秋的女兒 鄭欣怡 在社交平台發的故事 令網友很擔心 其實他們自己 那些中國人 不知頭不知頭 就自己在那裡猜 然後就作文 但是我想說這篇文 是上了香港的熱門 第四十多位 應該上一個高的位置 可能 因為香港人都好像希哥那樣 愛惜她 關心她 你寫得這麼juicy 尤其是說到有多少錢 遺產 大家都想知道 母親也想知道 對不對 又說到她這麼慘 為了一個阿叔 真是壞 玩小妹 哭了 騙感情 騙感情 她半夜情緒失控 面對鏡頭 還叫救命 是不是因為母親的感傷 還是娛樂圈壓力太大呢 一向樂活活潑的鄭欣怡 潮水出鏡的模樣十分潮水 一到情緒失控默默落淚 最讓人意外的就是 她對著鏡頭竟然叫救命 擦乾淚水背後 這個媒體就叫她 努力抬頭養起 不要讓淚水再次滑落 好像對她都很關注 看到都想笑 其實A哥知道什麼事 看到這幾張照片 知道 好笑 然後在大陸的傳媒就說 她現在已經是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緒 期間對著鏡頭說了一句 What is 大叔 字幕中顯示Catching up on night 大叔 在視頻發佈後 她發了這個動態圖 留言很簡短 就哭成這樣 一會兒又拍什麼MV 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她半夜落淚 也不知道她為什麼哭得這麼救命 至於她所說的大叔是誰 無從所得 無從所得 什麼無人知道 無從得知 所以說 你這些作品不衝出過香港 別的媒體就亂插寫 整件事很生氣 很灰諧 你是香港人聽我的視頻 是不是 你聽到廣東話 你是香港人 我知道七成是香港觀眾 我有三成是由美國 馬來西亞 有中國的 有台灣的 都有的 我想七成的香港人 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個大叔是誰 廣東的朋友 至今未有頭緒 未有頭緒 在廣東 誰笑什麼 誰大叔 欣怡搞到哭 我們很擔心 快點說 因為他們那些傳媒 全部都在傳說 欣怡被大叔傳到 搞到哭 甚至 說吹到 搞大肚子 即是吹水 他們真的 不知道 就吹了 我不會說答案給大家 你自己在下面笑完 再寫回答案 或者繼續蒙下去 我知道那個大叔是誰 有兩片鬍子 對呀 對呀 馬利歐 哈哈哈哈 然後那些 不知道不知道的 可能在大陸 聽到 吹仔 你們是混蛋 人家哭得那麼辛苦 圍了那個大叔 你還在那裡笑 我們在上面看的新聞全部都是這樣傳的 說他被大叔騙了一隻豬 這樣 我撐你個廢 好了 那麼 這個大陸的媒體這麼說 從鄭恩怡的狀態來看 情緒不佳 甚至有些失控 否則也不會對著鏡頭失控落淚 之所以是這樣的 有作故事了 讓大家聯想 就是因為他的母親沈殿霞 就是7月11號 76歲的冥獸 在這一天除了他的粉絲之外 最傷心莫過於是他的女兒 鄭恩怡 這樣也可以 那不是的 媽媽走了當然是慘的 但是他為什麼會對著鏡頭哭 香港人都明白 那大家就在這裡推測 推測 大家推測 其實是作者推測 鄭恩怡如此感傷 是很可能因為 想過世13年的母親 還有人表示是因為身體不適 4月初因為急性盲腸炎入院 接受手術治療 當時他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 整個人消瘦了很多 當時有網友透露 又有網友透露 沒有網友透露給他聽哪位大叔 有網友透露 鄭恩怡住的醫院 兩萬元一天 豪華病房 從他曬出的視頻都看到 病床非常之大 這間是娛樂圈明星和富商都中愛的病院 條件自然不差 不但環境舒適優雅 而且設備應有盡有 他說得出 是哪間 是養和醫院頭等病房 一晚大概兩萬人民幣左右 因而入院五天消費了十幾萬 沒有計算到醫療費用 只是轉費地說 他好像很清楚 究竟是不是 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是 說到說 因為可能病痛折磨得太難受 一度就崩潰落淚 從四月到七月三個月 就已經公開兩次落淚 他覺得他還在痛 覺得他還在痛 大陸的傳媒 即是 香港藝人你不發展大陸 或者你不寫微博 他就亂寫 很過癮的 不是叫你們寫微博 我的意思就是 你看一下這個情況 所以你看到很多 這些古靈精怪的新聞 就讀給大家當笑聽聽 而且我覺得 大陸經常說 假新聞那些 這些是作新聞的 不過我想那些假新聞 就先會整治了一些 關於絕對是會干涉到一些 政權或者政府的事情 這些是無關痛癢的 我覺得是搞笑的 說到做完手術之後 恩怡就曬出自己自彈自唱的視頻 雖然還是恢復當中 不過看得出整個人的氣息 就好了很多 雖然瘦了 但臉色紅潤 還自彈自唱 這樣說 說到娛樂圈超強的星二代 恩怡從小的關注度就多了 從她的體型到她的戀情 喜哥是不是看過這篇文章 為何你能說得出 我沒有看過 都是這樣牽連到 甚至和父親的關係 都成為大家的熱話焦點 繼承了父母的衣缽 也許比不上 鄭少秋和沈殿霞兩個的成就 但是繼承了她媽媽樂天派的性格 都是的 都是的 他說她曾經一度 為了大家期待的獸而努力 減過肥 但是失敗之後就放棄了 就說她現在 大陸說她 半回180斤 即是幾磅呢 香港來講 差不多200磅 因為她大陸的筋 就是 兩公斤就一 筋 是的 但是兩公斤 2.2 不是 是的 對不起 兩磅一筋 兩磅一筋 是不是 不是 我不記得了 總之就好像是 一公斤就2.2磅 那她這邊大陸的筋就是 是的 你當差不多了 200 不好意思 重時尚曬出自己的自拍 其實肥也沒關係 活得健康開心 就說她自己要替肥的人増光 所以看到她作了一首歌 找了很多肥人 在MV圈圈圈圈圈圈 但是有一個就肥人的叛徒 我看到 肥叛的叛徒 那個就是 什麼人 陳滿人 現在變成忍者龜 他瘦了 他大隻了 他像忍者龜的身形 忍者龜的面容 整個樣子真厲害 看得出有時肥和瘦 跟顏值是沒有改變的 根本是沒有關係的 阿嬌我覺得他肥得漂亮 很有趣 他最近又瘦了 又瘦了嗎 有肥又瘦 為什麼有些人這麼容易 為什麼有些人這麼難呢 不知道 我告訴你 有些人天生的脂肪細胞比瘦人大 有些人瘦的 身層代謝和脂肪細胞小一點 有些人是中間的 佔中間的多 極肥極瘦的人是佔少的 那一首《你瘦救了媽》唱出心聲 我們剛才也故意做一次才說這段 但是聽完你是用來減肥的 他那首歌本身是用來不減肥的 他告訴你 肥都可以很漂亮 你看到我就買了字馬 但聽著來跑步 我不是為減肥 而是為做運動健康 是的 好了 再讀他的大陸文 對他的影響最大是他媽媽 這個肯定 那母親的離世令他很受傷害 每年的母親寄日的時候 他都會曬和媽媽的合照 去世八年的時候 他的社交平台寫了一些道文 讓人淚目 他說八年了 如果你看到今天的我 你會笑嗎 你會叫你身邊的人看我唱歌演戲做餅乾嗎 你會感到安慰媽媽 都看到的 他說很多人認為一定會因為父母的疏離 甚至會反目 但是大家錯了 因為善良的他就看到爸爸也是唯一 而且 就說是媽媽也教得好 他曾經說媽媽從未在自己面前說過他爸爸一句壞話 亦是他之所以可以和父母和父母一家關係融合的原因 好像見過他和他父母的女兒一起拍照 又炒作 又說以前鄧光榮又怎樣怎樣 在匪姐的追問秋冠 你看秋冠 其實他的頭是這樣的 你不知道 你看他這麼有型的帥子 其實他的頭髮都掉了 很老了 你這樣就看到他老了 但是他戴個假髮你就不覺得他老了 就說的是那時匪姐的追思會 傳媒這篇又追回鄧光榮那時怎樣 叫他叫秋仔 你上來解釋 其實欣怡當時也上去幫他父母解圍 他父母也無言以對 覺得都是愧對了匪姐 那這些鄧光榮都死鬼了 拿來講什麼 但是我覺得鄧光榮 他這些是有福的人 你不知道誰是鄧光榮 你上網搜尋一下 年輕人很帥 哪個 蕭先生都說他是第一代的男神 不過說他的演技是一般 那時候說他是創養 英俊 我為什麼說他好命呢 又是賺到錢 當然有人說他喜歡認造黑社會那些 曾經是這樣說的 就是做大哥 但是他好命在他這些是善中 無緣無故睡覺的 雖然不是很長命 但是他一生的名氣各樣都有了 那先說到欣怡 這些是節外的事情 那再說了 那說到其實他們的關係都很好 都是沒有什麼特別 就不用說外面街外人在亂說 又說到2020年 就是去年 說到跟他父親的關係 他說他自己從來都不缺少父愛 他竟然是這樣說 他說因為他重要的時刻 他父親都會出席 18歲畢業的他父親 就是鄭小秋 參加他的畢業典禮 令他很驚喜 還驕傲地向同學介紹 這個是我父親 小小的年紀 就有這麼大量 就很難得 從小就在加拿大讀書 父女的交流是很少的 他媽媽病的時候 住院的日子 鄭小秋其實從來都沒有來探過 甚至沒有照顧過他們 唯一的女兒鄭欣怡 跟鄭小秋之後 兩個女兒相比 鄭欣怡得到的父愛是少得可憐的 這個是傳媒寫的 不是我說的 傳媒這樣寫 就形容欣怡這個人 就非常之大量 我也覺得是 如果是某一些家庭的孩子 我相信一定會遠 你遠不遠 老母教得好 老母教得好 即是感激 他可能感激 秋冠在她生命出現過 沒有在她面前罵 說這個父親沒有說這些 一定是這樣 如果不是 一句半句 在心中 會呀會呀 是最入的 最親的人說這些 是呀 匪姐都大量 所以這些是匪姐的功勞 是 秋冠在2010年的採訪中 透露過女兒鄭欣怡的關係 直言自己更加像是 什麼 像是欣怡的小孩 她說女兒 講電話的時候 關心自己 吃得好不好 環境舒不舒適 還反而有欣怡關心 秋冠多過 秋冠關心 欣怡 這樣 這些都交得好 交得好 好了 因為 爸爸已經有了自己的家庭 和兩個女兒 很少打擾他爸爸的生活 甚至從來都不會問他爸爸拿來用錢 即使銀行只有港幣26元 也是這樣 我不相信欣怡的戶口只有26元 不可能 雖然說她一個月可以 拿到2萬港幣的生活費 還有3千萬的豪宅住 但是傳媒說她應該都很孤單 2萬的生活費 不止 說笑 說笑了 所以這些都是吹水 就說 因兒曾經種種的原因錯過多段感情 2007年為了照顧病重的母親 見過家長的男朋友都要提出分手 這就是希望在這段生死存亡的日子 全心全力地照顧母親 還有一次說到談婚論嫁的階段 因為誤會而分手 也透露分手的原因 當時男朋友已經準備向她求婚 被男朋友誤會 因而有第三者 因為那時候 因而忙於工作 沒有處理到導致分手 因而直言父母的離婚對自己也有影響 她說自己忙於工作頭腦都得不到休息 因此選擇找心理治療師定期治療 2008年她外婆和她媽媽在半年之內相繼離世 她失去了最親的兩位親人 對她的打擊很大 雖然遭遇這些挫折 但仍然渴望結婚 曾經通過社交媒體結識男朋友 自爆就願意動論 她說因為生兒獄女是女人的使命 希望可以在38歲生孩子 談到摘偶條件 她希望內涵多於外表 有沒有人 她現在有男朋友 現在有嗎 應該有 她說不在意自己肥胖會嚇走男生 還透露自己一直都有約會 曾經因為分手 她是很詳情的 希望能夠早日得償所願 才可以令九泉之下的母親得以安心 好了 講到戲玉了 遺產 這份文章寫的 不肯定 大家當作聽故事 5月30日是姻兒的生日 媽媽留下了6千萬遺產給她 我猜她寫人民幣 因為這是大陸的爆料 她也說肥姐留下了豪宅給她 也留下了樂天的性格給她 尤其她善良的本質 她說她是很有福氣的 6千萬 我也覺得有 很有 肯定有 肥姐以前賺不少錢 因為很久沒有工作 6千萬現在來說不算特別多 但在以前的世界都差不多了 而且她也住在豪宅 她生活無憂 希望她喜歡做這行 繼續做好自己的音樂 我知道姻兒是一個很認真做音樂的人 她說過聽歌謠 直接拿一張皮套住自己的頭 我很欣賞這些人 專心做一件事 雖然 在一些普通入這行的人 很專心做一件事是找不到吃的 我尊重很欣賞這些演藝人 加油 留下一句加油 在網上有很多那些摧花 或是咕嚕靈精怪 舊不達白的新聞 有些是亂寫的 但我看到整篇東西 雖然她是吹吹的 所以她說 鄭恩怡被大叔欺騙感情 我都覺得她去到尾 其實不是想誣衊她些什麼 她都是 其實看到中國的網友都是疼她 她的氣場是不怕人討厭的 不怕人討厭 對 挺好的 大家都支持欣怡 肥不肥的隨緣 有些人 像我這樣 我做小的運動都不行 但有些人 她都做運動 不過她是不戒口 或者有人說她在用生酮飲食 跟到一個好老師都OK 但我又不是很主張 因為其實 你都不用一定生酮飲食 飯餐雲巡 都一樣可以減肥很健康 總之對身體有害的東西不吃 身體無害的東西 有益的吃多一點 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謝謝希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鐺 分享出去留言給點讚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